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只是因为他看到监狱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 所以他用画笔画出了很多应该要做的预政改革 那么他甚至也写文章 所以他看到里面有性的问题 有人有性的问题 特别是那些年轻人 里面的不人道的对待的问题 那么可是因为他出席惹毛了 惹毛了这个监狱管理单位 所以呢 这个他被寄生戒两支 那么我看你写的是说 你因此被密集调派不合理的勤务 现在还这样吗 刚刚就是都整天在钢瘦店馆 现在整天都在什么 都在钢瘦店馆 钢瘦上面 所以一个监狱面上有钢瘦嘛 对 他的周边也有钢瘦 有钢瘦嘛 钢瘦就是看有人要来劫狱 钢瘦还是看监狱里面的犯人是不是有 有收贵吗 类似这样就对了 那本来你都是在监狱里面当管理员 在里面 我本来就是在里面 因为我们的勤务其实钓牌 其实就是比较复杂 有一些人就专门在替代受刑人出入 有一些就是被勤 然后准备应付突发状况 还有一些就是专门在雇工厂 然后我们夜班的就会去换同事下来休息 所以本来你的勤务是什么 我本来的勤务 因为我去年二月份勃党嘛 勃党之前我是都 大部分都在那些 日子在冰冬树下来休息 暗日子在下榜孙楼 什么叫做冰冬树下来休息 因为他们是一班的 他们是周休二日那种的 我们还有一种是夜班的 纯我们的做一四点钟 做夜班的做二十四点钟 对 他们就是说 他们都有一个固定的休息时间 对 他休息的时候你去 对 我去跟他们讨论 哦 但是也是正职就对了 是是是 不过我去年一月份勃党以后 就是在开党之前 你是怎么勃党 我就是在老土店勃党来 我十字任代扯断 你那个监狱的时候吗 不是 我在韩国的时候 韩国去旅游吗 对对对 哦发费时 bye 我才会派双 就是不用走动的 比如说门位 对 然后就是短距离的 比如说他选比较近的工厂 然后让我去换同事下来休息 是是 那现在给你调去观察是因为 所以體恤你的受傷還是怎樣 要怎麼說體恤 長官雖然這樣寫 但是我去年9月份 我開完刀消假回去上班的時候 就發生蠻離譜的狀況 怎麼說 因為那個什麼 他又用 那個什麼 監獄目前要擴建 然後要我去警戒一片圍牆 警戒一片圍牆 但是他的情務內容 是叫我去順路 順那面拼 順那個什麼 監獄要順一次 來回要500公尺 一天要走9公里 但是那個時候我 我還在用膝蓋支架 然後又去吐乖 叫你一天走9公里 所以他給我排我也很走 走到中途的時候 我已經走不動 有董事看到很不忍心 我幫我拍報告 然後拍報告就說 那你就上哨 所以從那一天之後就上哨 就不用走 對 上哨要站著嗎 上哨我剛上去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椅子坐 對 然後而且他那個什麼 旋梯 旋轉的樓梯 還蠻陡的 其實對我來說還蠻吃力 是 現在有椅子嗎 當然有椅子 對 其實我一直覺得說 我跟長官的目標其實是一致的 只是做法上也許不一樣 都為了育政改革 對 林文偉他也是司改會的委員 那我先請教你 就說 你是1999年開始扣掉監獄管理員嗎 我是1999年入行 就是1998年考試 對 很巧合就在4月1號 餘仁節 開始上班 為什麼 你要去扣監獄管理員 那當中的事 因為工作沒說很穩定 所以不然我表哥 他剛才在的感覺做工作 所以他又跟我說 不然你又來扣這個 是 他又開一個掃檔 讓我去找掃 是 要扣什麼 要扣監獄學 犯罪學 然後刑法 對 跟監獄相關的這一些 喔 那你本來都沒有接觸嗎 對 完全都不會想 那當中我很害怕 其實我表哥跟我說 不用怕 大家都不會想 所以大家機會都平等 錄取率多少 那當中其實我還是比較好運 那當中是說 宜蘭要成立那個 蓋治所 戒治所 那當中說 擴邊 三百個 對 但是買的那個 戒治所是不去 對 但是就是 我那當中因為爭惡錄取 所以我 大概扣差不多 一百七十幾名 我又一賣 幾個 六出幾個 我那當中聽到 好像是聽到買 還有有的人過門檻 所以又多收了十一個 大概三百一十一個吧 那多少人去扣 這我也不知道 但是那當中是要算好扣 因為 那當就是因為 國考補習班一直鼓吹 說這個是全台灣最好考的公務人員 所以買的 當時可能很多 這樣 最好考的公務人員 所以他變成功 不公開好扣 這樣 是 這樣算幾個嗎 幾個 我當中 那他 我們那個 那個 那個 考選部那是 那個 四等管理員班 對 是檢認 檢認 檢認三職等起跳 檢認三職等 沒有 那個委任三職等起跳到五職等 委任幾項 三職等到五職等 三職等到五職等 對 那以特考來說 我們有夾等特考 移等特考 秉等特考 這是比較屬於什麼 這比較屬於 那個什麼 那個秉等 秉等特考 喔 這樣喔 待遇好嗎 待遇其實還不錯 怎麼說 對 入行 然後經過訓練 然後之後 大概三萬多塊吧 對 三萬幾塊 還有其他的加級還是什麼 我們有那個 專業加級 大概三千塊左右 然後還有 就是考上了之後 在輪值的時候 還有一些 所謂的職勤費 這樣做的跟強的 有四萬塊嗎 應該有 應該有 對 是 那本來你是覺得說 那個工作 你跟媽媽說 只要做兩年而已 就要走 因為很疼 那時候的台語 就是說 都沒有椅子那麼多 沒有什麼 沒有椅子坐 沒有椅子好多 二四小時值班在裡面 除了休息時間 你可以去躺床之外 其他 就是在值班的時候 完全都沒有椅子坐 你值班要到四點鐘 其實我們中午有休息時間 真的 真的 我們還有所謂的背勤 晚上背勤八個鐘頭 然後白天背勤兩個鐘頭 背勤八個小時可以睡 可以睡 但是 可以躲下來睡 可以躲下來睡 但是那時候就是 說 都沒有椅子坐 其實那時候 那時候那個勤務很重 我之前不是在台灣 太遠監獄 對 他是 台東 對 台東 他規定十分鐘要巡一趟 所以就很累 然後連吃飯時間 也都不能坐椅子 所以我們管理員 都是蹲在地上吃飯 為什麼吃飯 不可以讓你吃到椅子 那時候就是這樣的規定 那時候是那個 台電南部長 上任的時候 他就規定說 可以有椅子坐 但是 那時候就是各監獄 也是有自己的規定 所以那時候我們講 那時候晚上的11點 到早上的5點 這時間 可以坐 其實你算起來 兩個人 換班這樣 其實也只有一個人 差不多3點鐘而已 是 這也辛苦 是 台灣的感覺 像你在泰原監獄 跟現在是宜蘭監獄 有什麼不同 感覺跟感覺時間 有什麼不同 感覺跟感覺時間 其實文化上的差異很大 像泰原那邊 就是比較像是高度管理 官比較厭 那宜蘭這邊就是人情味比較重 對 是 官的犯人犯的 犯的刑責不一樣嗎 在台灣那時候 那邊有重型的 然後有另外一區是那個 強制工作 對 他們行期比較短 是 回來宜蘭那時候 宜蘭大部分官都是在地的 那中國又不一樣了 什麼不一樣 中國又不一樣 宜蘭這邊又不一樣 宜蘭這邊是說 新北地檢監獄指揮執行的案子 三年以上就會送到宜蘭來 對 對一個感覚最難看 對一個感覚最難看 最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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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聽說 台南 台南要是一年 台南監獄 台南監獄 有什麼 為什麼 因為那裡有那個 宜蘭刷鑑過來 又說那邊 關上嚴 我說你那邊跟這邊比 我就這樣說 他就在那裡說 這邊跟那邊比起來算天堂 宜蘭建律算天堂 我是因為沒住過台南 所以我是沒有了解說 是不是差異這麼大 對 我聽過對一個感覚最輕鬆嗎 對一個感覚最輕鬆 真的說起來有的會覺得說 這個宜蘭要算不錯 但是我 在我感覺就是說 但是有一些人他必定不可能說 全台灣總共算起來有 將近50個單位 每一個地方都待過 對 那 感覺關嚴還是關傷 那地獄還是那天堂 是典獄長決定的嗎 其實我覺得不是 應該是說他長久以來的這種 管理文化 管理的文化其實影響很多 對 也傳統了 對 比如說宜蘭在我看 他比較有人情味 一開始可能也是因為 宜蘭這邊早年關的都是在地的 在地的其實進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自己同事在裡面 面對他們的時候 其實也許就是 以後可能也會見面怎麼樣 然後有一些也會覺得說 反正在地的就是人親不如土親 所以都會說 就是管理上就是會 會比較那個 所以宜蘭感到是關於宜蘭人比較多 以前 但是我也要聽 以前已經退休的動作 你說宜蘭最早的時候 是關最嚴的感覺 對 所以他會有一些階段性 當然每一個長官他來的時候 他也許也會他的管理風格 你所謂宜蘭建立比較親切 為什麼有說親切 親切我是覺得應該是說 我們裡面的同事 就是比較有人情味 對 然後他們至少就是在管理上面 好像也不會說 特別說用比較強硬的態度 對 然後都是會用說理的方法 是是是 反正照期間來 自己講就講就對了 但是這樣不一定會這樣 我們當然是都不講 哈哈哈哈 OK 他剛才說監獄管理員 他等同於是委任官 這樣 其實台北是三萬幾塊 是 有的人會扣這個 挑多路嗎 我以前在台東是沒得過 對 但是很快的就被插到 對 那怎麼挑多路 他們有的東西就是 尬的人 其實是 還是可能會被收買 然後會帶一些東西進去 要怎麼收買 要怎麼收買 其實我沒有很清楚 但是我 確實我在台東的時候 像那個安全檢查 我有收過像VCD 以前有VCD VCD 對 那你要有放映機啊 他就是放映機啊 一個類似像水晶精的 對 喔 對 所以要進去就要算買通就到了 但是有的時候也並不是說支援 像我 我同事也有查過就是說 比如說廠商送東西進去的時候夾帶 對 這個也是有可能 夾帶什麼 夾帶那個時候就是有查到好像是刺青的機器吧 喔 他裡面還有刺青喔 對 所以我們裡面是嚴禁刺青的 那刺青那是尖呢 是啊 是尖嘛 對 那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危險性 對 那不是說什麼 裡面都有賣粉 一支粉多少錢 這其實煙禁開放其實是 沒有技巧 蚊玉依竟做那個 無定 Earth 這種 無定的時候 他當時要開放煙禁 其實煙這個同東西 其實在裡面其實就已經都沒有了 那檳榔呢 檳榔 其實很少的 喔 對 啊有那個小粉嗎 小粉 你 если說 那個什麼 露山點的 那 夭情打架的書 那個東西其實在裡面 在我看已经不值钱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像我们业界 我们常常在讲的 像受刑人他们常常在讲 就是那种插卡式的电视机 对那个插卡为什么要插卡 对你就可以想到里面 就是它是动态的档案在里面 电器有电器 就是我们里面其实是 那个什么受刑人他可以持有 小型的电视是合作车贩卖的 但是他很难就是说 我们里面其实有的时候会去查货 有插卡功能 这个一定就是从外面流进来 OK OK 好我们现在访问的是林文卫 他是宜兰监狱的监狱管理员 那里面他有讲过就是 不轮道的对待 性的问题 强暴 或者是毒品的问题 那么他感受到很多 所以他才提出应该要预政要改革 那也因此成为这个司法改革的国 这个国事会议的委员 那等一下我们继续请教他 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欢迎继续收听 波多转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宜兰监狱的监狱管理员 林文卫 那文卫现在也是 司法改革国事会议的委员之一 请请教你 毒品在里面严重吗 不就是说因为外面吸毒 然后或者贩毒 那被关进去的多吗 其实很多 大概六成以上 六成都是含有关的 对 哇 这么严重 那这个 所以这个事情你自己的看法怎么样 要怎么改革 我个人我是觉得说像 那个像我们现在的什么 戒制处分 然后比如说饮饭的时候 然后减贵戒制 但是我们戒制上面 我们会收取戒制费用 对 在我们看就是 使用者付费 合情合理 对 但是我们说真的 在里面真的一次关的这些 这些大部分已经到成瘾的阶段的 其实他大概就是会变成 就是对他家里来说 会变成他必须要去取舍 一个就是直接放弃他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试用毒品 不断的被勒索 对 但是我们这个费用真的讲起来 到最后会转嫁到谁身上 全民 没有 其实就是他的家庭 对 所以反而就变成说 好像变相在 所以现在是被戒制者 他费用是要由他家支付 就应该是说 我们是跟他收取 可是他那个什么 根本就是付不出来的 变成说变相在惩罚他的家庭 一定会的家庭 对 所以这在我们看就是说 因为大家会想我都是说 在那里面关系就好 但是相对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里面观察到一点就是 他如果戒毒可以成功戒除 其实是需要家人支持的 家人如果支持 其实他戒毒的可能性就很高 成功的可能性就很高 可是我们现在用的方式是 把他监禁起来的时候 就等于断绝了他所有的人际脉络 家人要来看不但更不可能 而且他相对就是说 对他来说他就没有所谓的 借引的那个目标 对 借引是为了家人 对 然后其实是更不好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进来观之后 我们的惩罚的方式 比如说他有一些违规的行为 怎么样 我们里面有一个 一点就是说 停止接见通信几次 这个反而就更剥夺了 他跟家人之间的联系 所以实际上在我看 其实那个什么如果是要无成瘾者 其实真的用那个什么监禁的方式 其实是会适得其反 对 不让他看家人反而适得其反 对 那所以呢 所以你觉得应该怎么 我个人我是比较希望就是说 这些人应该是 就是可以的话 应该是卫福部要跳进来 去接手这个那个什么 毒品的借除的部分 因为到目前为止那个 不是华务部做 对 由卫福部做 对 卫福部来做 对 如果当然是那个贩售的部分 我们当然是还是要处罚 对 对 然后所以我才会推一个 就是那个时候 我那个意见书就写说 毒品应该是除罪化 对 那当然会有一些不同意见 会觉得说 这样子好像更难抓 可是相对就是说 对于适用的这些成因者来说 他没有就是说 那个被抓的顾虑的时候 那那个什么 就相对上来讲 就是那个 吸毒的除罪化 对 你的意思是吸毒的除罪化 但是贩毒不除罪 贩毒不除罪 对 然后你持有者会变成一个说 他比较不怕被抓 然后潜在我们 其实数据以下的这些 真正适用毒品的这些黑数 就会浮上台面 然后再来就是说 他还是要交易 所以反而就变成说 那个脉络上 就会变成说卖的人 就更容易被抓 对 因为你随处可见 然后就可以就是说 那个对警察来说 其实是比较好控管 是 你来着 就是所以你会接触到 有吸食毒品的人需要被戒制 是 那这些人因为没毒品好吃 所以 那个有看到他们很痛苦的一面吗 当然啦 他们有的就是说 他已经有药营了 然后所以他进来的时候 他就在 那个什么 发生那个戒断现象 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体油 如果是海洛因 什么 体油 体油 体药 体药 对 体药的意思是 就是戒断现象 他可能会倒汗 会呕吐 然后会整个很不舒服 对 可能会困难会差 会困难 什么有说会困难 就是他痛苦 他会没有办法 然后他可能就是在同房里面 他会吵到别人的作息 甚至也会给三不五十一直跟我们 那个什么 希望说我们可以帮助他 那你就看 监狱里面其实是没有这样的措施 所以 对他们来说 他们也很痛苦 然后实际上也造成我们一定程度的 管理上的困扰 对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用的方式 就直接把它放到镇静室里面 镇静室 镇静室里面 对 然后 然后单一一星期后的拖影的现象 完结束之后 他可以正常作息 他才会一般的设法 他要经过一星期间 很痛苦 很痛苦 所以我经常在想 其实这些人 其实他应该是要有一些 医疗上面的帮助 对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都会常常戏称说 我们现在用的方法叫做 落湯疾疗法 因为他整个倒汗 整个骨骨骨骨 对 对 哦 要拖来拖去吗 拖拖吗 是不会拖拖 因为那个 那个是纯海洛因成瘾 它是中枢神经抑制剂 然后所以他拖影的时候会很痛苦 就是好像每一条神经都被刺激到 所以是全身从里到外 对 都在痛苦 你怎么知道你说 这个吸毒除罪化这个事情 是 应该有很多人反对跟你拖 很多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但是那个 那个什么 反而丢一些意见跟我参与讨论的 对 我觉得也不少 哦哦哦对 比例算多少 给你命的多少 好像也一半一半吧 一半一半 对 所以台湾也不是说不能讨论这个事情 因为你有丢出来 对 那事业上有什么国家是 吸食毒品无罪化成功的国家吗 我们最常提的那个例子就是那个葡萄牙 葡萄牙的例子 对 他们当年也是用用那个什么重罪惩罚 嗯嗯嗯嗯嗯嗯牛 然后到最后其实他的狱诊就开始对他国家的预算 就是开始拖那个把国家财政往下拖哦 所以你在开拖这金 受罪惯了 他就不得不去改变 对 那他是怎么做 他就是在那个什么交易的部分 就是他也是就是对一部分 比如说像大妈这些 他对他做处罪化 然后另外就是说 比如说海洛因这些部分 然后他持有的量到多少的时候 他才会经过一个 在刑法前的一个行政程序 对 然后他并不是一味的 就是把这些人全部都抓进来关 对 所以我们现在访问的是林文卫 他看到的这个监狱里面的实况 就是说这些人如果是毒品已经上瘾了 利用惩制的方式 惩戒的方式并效果不大 对 然后你反而是应该要让 家里面的那个支持系统跟他接近 没错 他才有希望要这个改善他的毒瘾 对应该这样 那再来就说目前的介质是由家庭付钱 很多家庭是付不出来的 对 OK 那葡萄牙是真正实行是成功的 他的采用的这种毒品除罪化 就是吸毒除罪化这件事情 他的吸毒率是往下降的吗 是 降多少 我这个数据我忘了 对 但是我在上网可以查得到 对 然后我在 我在那个 其实我可以提一个 就是说家人支持 对一个人有多大的作用 就我在里面曾经遇到一个 已经出狱的一个朋友 对 然后他当年 他也是就是 那个什么 他常常跟我讲一件事 就是说在里面 那个什么 那个天气不错 他就在想 他已经拐了十几年了 都在想说 这种日子 这种的天气 觉得多好 你就可以看 他已经关那么多年 其实他生理上的影 已经没有了 对 那你就可以看他心理上的依赖 有多大 结果后来他出去之后 有一天 我又在监狱里面遇到 就是说他来看朋友 看他以前的同单位的朋友 然后他就扒着我 然后就跟我讲说 他出离以后 尤其有一件事 就是说 那时候他们老婆 在他出离以前 就过去了 结果他说 他以前他们家人 都是不愿意理他 就只有他爸爸理他 但是他家人 都不让他爸爸来看他 结果后来 等到他知道 他爸爸过世之后 他很懊悔 然后出去之后 意外发现说 他姐姐主动找他 然后就跟他讲说 爸爸留了一笔钱给你 这笔钱大概可以让你过 大概三个月左右的生活 既然老人家留给你 然后我就不阻止了 结果他就听到这个 他就掉眼泪 老婆有你关心 老婆有你关心 不过他如果自己就告诉我 老婆为你来听一遍 你如果做得到 我家随时反应 你回来吃饭 以前他的姐姐是完完全全 不让他进门的 是是是 对 老婆又真的又开始找一个头脑 然后好好做 那时候他一度到的时候 我看他的气息 都很好 我记得 我们也曾经访问过一位朋友 他以前因为吸毒 所以把家的四间厨塑料 是 塑料料当然 家的人也对他实在是 这个非常的头痛 几乎是要放弃 可是他在感觉里面 当然他还有其他 还能倒露 有没有 那在感觉的时候 他说他发现 有吃饭的人 几乎都没有亲人的 是 就是说家的人 到时候都说 洗洗也好 最后是外面洗洗也 不要再倒倒回来 因为实在太 对家里造成太大的困扰 那我讨问那位朋友 他就是 买了他创业成功 他在粉临做卖料的行李 最后是做油漆的 那他说 他说 那个时候 他出格的时候 以前那位毒贩 有过来带他 像说 看你有买吗 还是说你能倒霉 那利润很高 是 结果他总是拿菜刀 把那些人扑造 当然他不买真的 搭台但是他会骂 对那些人就觉得 好啊 你怎么反应这么激烈 不然就别买而已 那为什么他能够改变那么大 他决心要改变是因为 他的老婆老母 从他吸毒到 他出格 他老婆老婆没有放弃 老婆老婆 反正该免费时 老婆老婆就去免费 而且是解公价值很久 他说 有一天他看到他老婆 离开的时候 老婆是满头白法 对他吃毒黑法 变成满头白法 他觉得他现在是很可恶 带给家里面这么重大的 这个失望 所以他决心要改变 他不知道 他把牙齿都去扑那些毒贩 可是他毕竟还是少数 因为台湾 禁毒是越禁越毒 那么 所以这个今天文卫他说 其实惩罚不一定是好的方法 对 记住 惩罚不一定是好的方法 因为我们现在都不敢去挑战 都觉得说 这种人怎么可以不让他稍微 让他一点颜色巧巧 一点痛苦 对不对 可是惩罚不一定真能解决问题 可能会让问题更加严重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林文卫 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欢迎继续收听播度全世界 我是郑鸿怡 刚刚文卫讲的事情不是 应该正确讲不是讲毒品合法化 叫做应该是说不一样的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我去欧洲也发现 他们在路边也有吸毒室 是 那我后来我也觉得说 哇靠你们这个国家到底在想什么 吃毒一会儿在路边就吃 还是说那些主持人就能路边就住 那当时他的利益很良好 就是说这样他们才能够掌握这些人 那么他们的身体的状况 他们会不会去犯法 反而政府有一个比较好的管理系统 所以因此犯罪率确实有下降 那犯毒当然是犯法的 持有也犯法 可是你打针注射 你就不需要躲在阴暗的角落 对 甚至是躲在自己家里 然后会去毒爱到自己的邻居 是 或者搞不好家里的小孩也看到 对 就觉得那是可以做的工作 那我这样讲就是说 要今天要讲出这样的事情 其实是需要勇气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哇 吸毒合法 这口什么挖高搜啊 对不对 OK所以骂你的人也应该很多 很多很多 那我是觉得 一个自由的社会 就是说应该要提出不同的观点 让大家想想看 讨论看看 我的想法也是说 这个可以激起大家讨论 然后大家一起来想 有什么更好的方案 是 既然禁毒越进越毒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因为台湾独片的问题 现在已经很严重了 那所以你有看到 厂长有看到他们又回去吗 很多 很多啊 对 回溶率有多关 回溶率 其实还蛮高 大概七八成有 七八成有 然后有一些是因为他 他那个什么 在里面关一阵子之后出去 然后用药的时候 他用原来的剂量 对 所以他身体耐受度不够 然后就暴斃的也有 对 OK好 其实你在里面也看到 有一个轻度智障 智能障碍的这个朋友 被室友好像给他强暴 是不是 我们那个时候后来调查的结果是 他是合意性交了 他是同意的 因为他是本身是一个经济上的 极度弱势 所以家人其实也不太能够常常来 然后甚至还有经济上 金钱上的阶级 所以后来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唤醒一些日常用品 日常用品 对 需要到这么卑微 日常用品都起沟 其实你在里面还蛮花钱的 怎么说 因为国家就给你一套球服 然后一条毯子 然后一个旧的棉被 其实你其他的东西都要自己张罗 这个是我们大家比较难想象的 所以我以前有一个朋友 他常常就是觉得很困惑 为什么以前他哥哥在关的时候 他每次去都要跟他要钱 你如果在里面没有钱 你就会是食物链的最底层 对 然后你可能就要帮人家打杂 就比如说那个洗碗洗衣服 去换洗这些日常用品 因为这些都必须要买 哦 对 同学生收拾什么 怎么算 他说 怎么算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们如果说真的 你如果在里面 真的人在里面关 我们在做做这些东西 其实他也是有一些垄断的市场 嗯 当然以前有个人在洗 你新来的人 你凭什么要帮人家洗 对 对 所以这些那个什么没有钱 然后又没有这些门路的人 他当然就会变成那个什么 在团体里面 他可能就会被排挤 嗯嗯 对 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嘛 嗯 对 一套球服 那难道他们不用换吗 可以换啊 哎 但是那个时候 比如说那个时候 我上次我记得 有一个例子是 他新收房里面就只有 哎什么 一个人一件 然后还有一家 一件是公家的 嗯 你谁要洗 自己的裤子的时候 你就先穿公家的 然后把自己裤子洗好 然后呢 把自己裤子晾干之后 你再换回来 嗯 就是这一件就一直在那边转 啊 那些公家到底有洗过吗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我很难去想象 哦 好恐怖啊 没有垃圾在 啊 必要 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那个 什么看守所啊 嗯 看守所 那为什么不给两套球服 啊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哎 对 那球服很贵吗 没有啊 因为基于 卫生 其实应该可以换啊 不然你要让他 要穿到什么地方 当然他里面 进来之后 他当然还是可以 比如说他 他还是可以购买 嗯 对他用自己的钱去购买 嗯 这个还是要花钱啊 哦 可以再买另外一套球服 对对对 哦 那有什么说钱里里面很重要 因为你如果 你如果没钱 你又要什么 买买什么都不方便嘛 嗯 那当然监狱里面是没有钱在流通 对 他就是每一个人像一本像存折的东西 然后所有你的开销都会登记在里面 对 对 但是你如果没有钱 你就什么都买不起 嗯 对 那他去看不起吗 那是一定的 他去看不起吗 修理是不一定 但是方法没去是一定的 哦 你就想看看 你如果说 那个什么 想说 你是一个想抽烟 你有烟营的人 那你又要看人家的面 人家要让你 play一支 哦 哦 那合议性交在监狱里面是 是OK的吗 是违规的 对 当然是违规 违规要怎样 违规就是 那个是要接受处分啊 嗯 然后就先调查说他到底是不是被强迫的 嗯哼 嗯哼 那如果真的就强迫人呢 是强迫了就会上法庭了 哦 因为他强奸 对他是强奸的 强暴人 哦 阿如 阿如 可是那个事情你们会看到吗 那个事情其实真的讲起来很很难去察觉 除非有人举报 然后当然如果说他们正在做的时候 如果那我我讲白一点 如果我们里面常常讲说两个人不能都 共带共带一条棉被嘛 嗯对啊 但是如果他们要做这些事情 其实真的讲起来我们巡逻的时间都是固定的 嗯 然后其实他们也知道 嗯 所以真的讲起来 他们会去找这些空档去做的可能性 其实也是有 哦哦哦哦哦哦 那这个 哎因为一个房间关于很多人嘛 哎 不一定 要看大房小房 小房 有多少 小房可能两个 嗯 一个也有 两个到 有独居房嘛 也有独居房 那也有两个 对 那也有几个 最多到几个 哎 最大的大庭的差不多 外到十几个也有 那最大庭的十几个 那会有人被被强暴还是怎么 这个就比较不可能 哎 因为人那么多 对 哦但是如果是两个人的就有可能 对 哦 天啊 那听说强暴犯在里面会被 长得很惨 没有 哎 证我觉得倒是还好 但是他们一定会被排挤 哎 对 这要怎么排挤 证房的人都不跟你讲话 你就够你瘦的啦 哎 对啊 那再来还有一些言语上的羞辱啊 哎 对 嗯 嗯 你说有的人会用 牙签给刺他的下体 还是用牙刷刷他下体 这个好像现在比较少 嗯 对 嗯哼哼哼 这样 好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林文卫 他是宜兰监狱的管理员 他有这个出一本书叫不会画 不会不画会死的狱卒人生 狱卒不画会死 狱卒不画会死 这样 也因为他这个有这样的画跟出书 所以呢 所以呢 被认为是 啊 这个侮辱了 啊 丑化了 这个监狱的管理 所以呢 他被记了两个申戒 被记了两个申戒以后呢 啊 他就被密集调派不合理的勤务 啊 到现在 他还在 他还在占钢扫 哈哈哈哈 OK 好 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啊 继续讨论 好 欢迎继续收听 波多转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宜兰监狱的啊 这个监狱管理员 林文卫 他也是 司法改革国事会议的委员 那么他最主要是要谈预政改革 因为他在里面看到了 真正的详情 我们现在有 那个独居监禁吗 有 那好吗 好吗 知道我看是很坏的 怎么说 在联合国的规定里面是说 这个人如果獨家 超过十五天 会对他的心智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然后在欧盟那边是九天 对他有期限的 九天 对 但是在我们台湾 其实都没有期限 所以有那个关于二三年的 啊 一个人哦 哎呦 所以我经常在想 其实在我看 在里面有的关于 超过差不多 一个礼拜 甚至有的比较久 一够月 他们都会有一些幻听幻觉 你就可以想象说 我们一开始所讲说 这些应该要独居的 是那个对他人有不良影响的 或者是说无法适应群体生活的这些人 你把独居起来 管理上也许方便 对 但相对就是说 一开始你要把这个人独居的时候 那个评估并没有经过所谓的精神 精神心理上面的这些辅助跟鉴定 然后你在过程里面其实也都没有 我经常在想说 比如说 像这些人 我们是希望什么 我们是希望说 监狱可以让这些人 得到所谓的犯罪矫正 然后出去之后变成一个心智更完善的人 但是我们用这个方法是适得其反 你把这个人关到没了的时候 完本好好的人关到效益 处理对大家的好 也是个社会的负担 但是在我们管理上 好像又变成是一种 其实是很简单的处理方式 就把它关起来 然后好像就丢着 因为我们想的都是惩罚 永远的想的都是惩罚 所以我经常在说 这个是最便宜的一种措施 可是到最后可能社会付出的代价 会是最大的 了解 我不知道你没看过 我看过一个美国的纪录片 那纪录他们的监狱 然后其中有一个就乘胸斗痕 恰龙恰红的 那他不晓得是触犯的管理员 还是跟里面的人又打架 所以他就被关进独居房 那典议长是说这个要关半年 独居房给他关半年 他知道他这个人一定会投降 你知道他其实还是虽然是独居房 那里面就没桌子没衣子什么都没有 就有一个马桶 然后这个洗手的地方 然后暗虎天日 你也不知道外面有金也是几点 也没听到什么 也没人跟你说话 也没电视也没电视也没电视 什么都没有 你就睡着睡着睡着 这样就对了 听起来好像真开玩了 我们有些东西会讨论这个 他有说我们独居房有一个窗户 然后每天有固定 大概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 出来让他们走走怎么样 然后这个时候他也许会看得到别人 然后会有一些交谈 可是我常常会讲一句话 就是说 可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 那个渴望跟别人接触的 难道就可以在这样子就得到满足 我相信是没有的 对 然后所以我就说像有一些人 比如说我们里面有些独居的 三天两头在那些转转在那些狗人 然后三天两头找我们这些管理完的麻烦 他怎么出庭这样吗 他也是出庭 对如果说是那个检方 冤方他们受礼也是会 但是相对我就说 你整天把他关在那边 他有大把的时间跟你玩 然后这是一点 再来就是说他为什么会一直 会去那个什么这样告 这样弄 在我看就是 他其实是渴望跟人互动 但是他的互动方式是有瑕疵的 他本身是一个精神疾患者 那你怎么可能让他有 那个什么 正确的互动方式 那我们在过程里面 我们也没有对他做相关的这些 精神跟心理治疗的这些疗程 他当然又会更糟 然后对我们来说 我们管理上我们也许会不胜其扰 可是搞到最后对谁是最有帮助 当然是没有啊 因为那个纪录片我后来看完 就是那个那个成兄斗狠那个 是 起先也说你关啊 你既然关了我才不怕你 结果 关了不过一半 因为180天 关了不过90天 结果他就跪地求饶 每天一直打墙壁 叫他拜托把他放出来 因为他已经快发疯了 但是如果说跪地求饶 那至少我们还知道他是他是正常的 可是我们更怕的一点是他关到最后是整个疯掉了 他实际上他也不会跟你求饶 但是他可能就是三天两头还是跟你闹 对对对我觉得这 然后这是最可怕 然后我就常常会讲说 如果说一个以前 因为随机砍人 我们里面有一个例子随机砍人 然后现在进来关 可是我们也是独居啊 那他心智状况有比以前更好吗 相信是没有 那出去之后他会不会再随机砍人呢 我觉得很难讲 对对 那这个是苏智芬跟我说的 苏智芬跟我说的 苏智芬他以前去门抓住的时候 是 他自己一个关 关掉了 他说他什么东西都没有人可以 因为他独居嘛 他说他每天听到的最大的存在感就是 远远的地方有听到 他就打梯了什么 是 卡卡卡卡卡 他说哦 他最喜欢听到那个声音 那所以我要讲的是 我们平常有人和人有什么接触 看到外面的街头 吹到外面的风 那是一个外大的快乐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 不知道自己的福气 那最后 感觉还有什么不伦道的对待 其实我是觉得说 比如说目前监狱里面 就是对用水用电做限制 然后再来就是通风各方面都不佳 其实也是不好的 对他们来说 我常常会讲一句话 就是说监禁的空间 其实就是我们工作职场 受刑人他这一方面得到 那个什么比较好的改善 其实对我们自己管理人员的健康 也是有帮助的 然后再来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上次有一个提案就是说 那个牢房的那个送餐口 现在还是在底下 你对一个里面收餐的人来讲 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但是当然有一些人有反驳 就是说那至少有 我应该 对啊但是 我们的真知点 就有一些同事他们会觉得说 我好像太过理想化 把那个送餐口改成是腰到 那个什么 那个胸部之间 这样子就表示尊重 然后他们会觉得这浪费钱 可是我就想另外一件事 其实在安全上 对我们也是比较好 为什么 房里面如果有出状况 然后我们要 要那个什么 开房门 让他们出来的时候 我们因为这个送餐口比较高 他手可以先出来 我们先上手铐 然后再把它带出来 其实对我们自己也是安全的 有努力 对 然后可是我就说 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讨论 但是我们如果说 只是因为习惯 习惯了这个硬体 行过来的这个 这些管理措施 我们就很难再去想 就是说 这样子是不是正确的 了解 对 我是看文卫的资料以后才知道 香港的监力管理员跟犯人是1比2 对 日本是1比4 是 韩国也1比4 美国是1比5 新加坡是1比8 台湾是1比14 是 这些监力管理员要够十四的犯人 但是这个数据也不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上班的时候 我们是轮班制的 有一些人有拆架 对 所以我们真的在里面面对受薪人的时候 我常常讲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监狱 他之前关到3000个人的时候 假日 立假日的时候 只有不到20个人在值班 哦呦 而且里面 就要够3千个 对 而且里面还拆成正负两班 所以你真的在run的只有十几个 嗯嗯嗯嗯 那你怎么样去把整个监狱管理好 嗯 这个其实就是 也考虑我们自己的胆量跟运气 哦 像夏天台湾最热都热到三十八高度 里面也是没冷气嘛 当然了 当然了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楼上的老房叫烤箱 楼下的叫蒸笼 那个里面的温度都会达到四十度以上 啊你也是没 你也是要沾里面就对 我也是在外面 我也是这样大了一半小了一半 只是说插在那里面 我休息时间 在那里面 我被秦室吹冷气 哎哎哎哎 哦 就是差这样而已 是是是 但是在那里面 你说在那里面 真的在那里面的时候 他们煎熬我们也煎熬啊 当然当然当然 是好 好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林文卫 那他所见所闻 非常勇敢的 啊 画下来写下来这样 那也因此 啊我们才能够知道里面的情况 我真希望 宜蘭监狱 你不能给他动作异类 真的 这样子 那这个第一手消息还要让大家知道 不是把它盖起来 大家就看不到 好那谢谢文卫接受 我们的访问 谢谢 好感谢大家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